哈囉大家好,我是喬寶 就在昨天急速快感集結的粉專發了一部影片 內容是關於延期以及正在做的一些優化改動等等 雖然說遊戲沒有辦法如期上限 不過在我看來確實別為了敢上限 結果忽略了很多該優化、該調整的地方 這點必須給個大大的讚 那今天影片的重點是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還要討論目前我在陸服觀察到的遊戲風向 在於巔峰急速以及集結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親身跟兩邊官方體驗跟感受 不用想太多,就當作聊天即可 那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呢,今天的影片沒有業配,可以安心觀看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前陣子集結在準備公測的時間 與巔峰急速造成了一波大戰場 雙方的活躍味十足,直接把對方的缺點抓出來邊 但過了沒多久,馬上就直戰了 原因呢,在我看來有兩個 首先第一點,就是流量吸眼球 就好比職業格鬥一樣 在每場比賽開始之前都會舉辦記者會 那雙方就會像是仇家一樣,互相對嗆 偶爾來個小衝突 為的呢,就是讓觀眾們期待看到血流成河 增加他們對比賽的期待感 那身為兩家不同公司的遊戲 身為競品,當然就會想要製造一點這種戲碼 不管怎麼樣,至少都有吸引到不少玩家的關注 再來呢,就是第二點 這點呢,是我覺得比較好笑 但同時是最寫實的 看熱鬧歸看熱鬧 但說真的,畢竟這是遊戲 玩家們是親自下去遊玩跟體驗的 不是當個觀眾看個爽就沒事了 所以觀眾看完熱鬧之後就會更放大解釋 無痛喜提心車是完全沒問題 所以玩家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領就對了,爽就完事了 反正有體驗到就好嘛 也不管它什麼老問題 等後面再說吧 那至於集結這邊呢 雖然一開始隔空對戰的炮火很搶 把巔峰搶得不要不要的 但是遊戲一上限不到一星期 直接造成玩家們的大反彈 反彈的原因先不說遊戲本質的問題 光是福利就感受不到任何誠意 玩家們紛紛表示 從沒見過遊戲開服福利少成這樣的 所以直接被裁判宣告落地成河 這邊就很明顯 雖然巔峰的公關處理很有問題 但是在於這種策略性上面還是很奏效 知道如何抓住玩家也真的說送就送 而且是不手軟的送 所以陸服這邊的集結被沿上一波之後 重整了一下馬上對這個部分進行了優化 現在能獲取的鑽石管道變多 福利也變多 每日十抽,然後通行證出金車等等的 哇,這一改,這一送 直接把玩家們又抓了回來 甚至在陸服的商店下載次數也登上了榜1 現在的集結可以說是該有的都有了 並且也讓玩家們清楚知道 他們不會規避問題 會在第一時間收到反饋就會進行調整 表示他們對玩家們的重視 一定會有很多觀眾好奇 最近為什麼巔峰級數會突如其來的一些送獎勵 跟福利,這個就是原因 因為看起來在暑假這波 他們就是專注在活動上面 所以利用豐厚的福利來造新血 以及止救血 然後在這一波活動之後 再好好優化其他的問題 這也就是為什麼 下禮拜巔峰會再邀請我們做一次訪談的原因吧 那他們應該沒有想到的就是 集結這邊竟然會說改就改 說送就送 並且是馬上進行優化跟送福利 所以就變成一邊在吸血 一邊在止血的狀態 那你們想一下喔 光是陸服巔峰送福利 台服沒有的話就被罵成那樣子了 那集結送福利 巔峰沒跟上 那不是被罵更慘 那記不記得我之前影片有說過 你們想要福利 就是去誇獎他的競品 你看集結開送 甚至不用說 官方自己就會找理由要送福利給你們了 集結雖然開服這波操作 屬實差點搞沒了 但是他們的公關跟策劃處理方式非常的好 讓玩家們感受到重視之外 同時也送非常多的福利 在遊戲問題以及福利上面 都同時兼顧到 目前看下來 他們所承諾的東西是真的會做到 不過呢 巔峰級數這邊也不是吃素的 如果在未來也跟上優化之後 同時福利不減 還是會有很多玩家會願意繼續遊玩的 而且據我從以前做競速遊戲到現在 我有觀察到 巔峰級數他的玩家流程率是有史以來最高的 也就是說通常這時間了 而且還發生連上事件等等 現在社團每天都還是會看到在抱怨的一些文章啊等等的 但始終就還是有非常多玩家在玩 其他的遊戲 比如跑跑 極速 王牌 差不多半年之後 那個下降比例就會非常的明顯 巔峰有下降沒有錯 但是他的流程率還是非常的高 所以巔峰這邊呢 遊戲本質的關係 會有一大群熱愛的群眾 所以在未來巔峰如果可以兼顧優化跟福利的話 我相信還是會有撼動不了的地位在 除非就是有更接近地平線的遊戲出來 那剩下的呢 就是喜好不同的玩家們 那反正兩款我是覺得都值得玩啦 原因沒有別的 現在啊 就他們兩家在競爭 所以兩款都玩 都不虧啊 兩邊福利都領 都爽爽玩 很舒服呢 好 接著來講一下 我跟兩邊官方溝通的感受跟體驗 巔峰這邊呢 我想我的觀眾應該都很熟悉了 那是直到最近啊 才有跟官方人員接觸到 所以說真的 感受度不太高 那尤其上次訪談呢 還是外包廠商 可能也要等下週的訪談之後 我才能有更多的感受度 目前來講啊 跟巔峰這邊的官方人員 沒有太多太深入的交流 但我知道 這也是他們正在改變 正在做的事情 可是集結這邊呢 就完全不同了 從遊戲還在陸服封測的時候 他們先前就已經有發邀請給很多創作者 進行線下的訪談 那第一次的訪談呢 就是直接與官方人員接觸 光是這一點 我當下就直接過關了 至少我知道 他們是真的在乎我們的反饋 你想知道遊戲有什麼問題 對於未來台服上限時可以做好準備 那訪談結束之後呢 後來官方就邀請我加入了群組 裡面都是官方的相關人員 我在想應該是他們有想要密切合作的實況署 都會設個群組這樣子 那大家應該也都有看到 前陣子呢 都有看到固定班底的一些實況主們 都有拍攝集結的影片 那除了是合作之外呢 另外也是想要看玩家們的反應 還有我們對台服公測的意見跟反饋 在公測結束的時候 他們有聯絡我 再進行了一次線上訪談 針對台服公測遇到的問題 感受 進行了一次反饋給他們 但其實說認真的 可能因為巔峰的關係吧 我對於反饋這件事情 真的已經麻痺了 會覺得我反饋到底有什麼用 終究不都還是要看陸服嗎 但我當然還是把我該講的東西都講出來了 講了一個小時多 結果呢 今天看到他們粉專發布的這部影片 說真的 我很訝異 竟然真的把我們跟封測玩家們的反饋 都認真記錄起來 並且真的從這上面進行了優化 而且是非常完整的 基本上有講到的都有在影片提到 所以我就在想 可能集結這邊 雖然我們是代理啦 但集結可能會把我們台服這邊的反饋結合 一起做改進跟優化 他們的合作關係應該是比較不同的 雖然說延期了 但都是為了把這些優化好才上線 不就是不要走陸服走過的路嗎 就是希望給台服這邊的玩家們 有一個好的體驗 這就叫用心嘛 儘管做個樣子 人家也願意做到100分 在實況主這邊的第一線 不管收到訊息感受度 目前我這邊都是過關的 而且我甚至有跟他們說過 我不希望在業配的時候都一味的說好話 有不好的我也會說進去 那他們也讓我說了 重點是還很認真的聽取建議去優化 那各位你們也放心 現在不管是巔峰還是集結 除了玩家們的檢視之外 同時我們實況主也是 他們一定更清楚現在是敏感時期 雙方皮都繃得很緊 好啦反正呢 我是覺得現在的風氣其實算是良好的 玩家們有遊戲可以玩 還可以被福利塞得爽爽的 之前從來沒有這樣的爽事發生過 通常都是等前競品熱度下降的時候 才會出來露頭發布消息 那這次前所未有的大競爭 玩家們不用想什麼 反正玩就對了 然後只要有任何問題不滿 福利拿不夠 就像我說的 直接說競品的好話就對了 人家巔峰都送100抽了 我還不玩爆 看看集結 耐不耐得住 人家集結都送一台金車了 我還不玩爆 你們看巔峰耐不耐得住 跟你們說絕對耐不住的啦 好啦以上呢就是想跟你們聊個天 順便讓我的觀眾了解一下 現在他們雙方的進度跟風氣 以及玩家們的風向如何 你們有什麼想法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 我是還在努力的喬寶我們 下次見掰掰 掰掰 還有一集再見 掰掰 還有一集再見 什麼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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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